从印度独立以来 印度军方就不断地派出军事小组 深入西亚勤冰窗的腹地 在常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下 开展高原战术训练 以及一系列的地质侦查任务 西亚勤冰窗 会于堪纳昆仑山脉南部的克什米尔地区 1947年 印巴两国在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后 偏要求克什米尔加入他们 导致在该地区不断地发生军事冲突 西亚勤冰窗是一个海拔达到5000多米 面积相当于四个新加坡大小的巨型冰窗 在西亚勤冰窗的西北部 是四座海拔超过8000米以上的雪山 说到四座大雪山的阻隔 在这条世界雪山山脊线的东侧 自古乃我国新疆的土地 而沿着世界高山山脊线的西部 则是巴基斯坦和印度争夺了半个多世纪的克什米尔地区 这里全年的平均气温低至了零下30到50多度 冬季降雪量可以达到十几米深 任何物体暴露在野外 都会快速地被低温冻起 正常来说 没有人可以在这样的地方生活 然而印度军队却在这片缤纷荒野上 艰难驻扎了有几十年 1984年 印度军队就在西亚勤冰窗的西亚纳山口 设置了警戒线 这个区域刚好是巴基斯坦 进入西亚勤冰窗的核心通道 通过战区制高点 可以阻止巴基斯坦的军队进入冰窗 在占领了该区域后 印度军队又在西亚勤冰窗的南部 建立了后勤军师大本营 西亚勤大本营位于冰窗南坡的 鲁布拉河畔 这里的海拔达到了3650多米 和西藏拉萨的海拔相当 比较适合人类生存 在这个营地内 长期驻扎着印度陆军第14军团 第102步兵旅的3000多位士兵 他们的主要任务 是深入到西亚勤冰窗腹地 负责冰窗的日常巡查和守备任务 为了配合陆军 更高效地进入西亚勤冰窗 完成日常的巡查任务 在这个大本营内 配备有从俄罗斯引进的 M17重型直升机 该直升机每次可以搭载 37名闪兵 12名当架上的伤员 和4顿货物进出冰窗 是印度在西亚勤冰窗内的 主要运输力量 另外 印度还在该基地内 配置了在他们国内自己研发的 名叫哈尔·楼土罗的 中型武装直升机 该机体配备有20毫米的球形枪塔 具有强大的仿装甲能力 可以对地面的坦克部队 和空中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 除了这些恐怖的空中力量 在西亚勤冰窗的大本营内 还是负责印度新兵训练的重要场所 每年的三月份 在印度完成了征兵工作后 就会有大量的新兵抵达这里 他们会在大本营的基地附近 完成为期三个月的高原适应性训练 在西亚勤冰窗内的地形非常复杂 高低海拔的落差达到了2000多米 存在大量的冰层裂缝 移动雪层 90度垂直冰壁等危险的地质条件 随时可能发生雪崩 塌方等意外事件 所以每个到这里的新兵 除了要完成高原的适应性训练 他们还要学习在危险的情况下 如何自救与救人 在通过了所有部队考试后 这些印度新兵 便要徒步前往印度在西亚勤冰窗 预留的哨所 进行日常的驻扎和巡检任务 离开大阪营往北 路线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也越来越难走 这里的伤体受到冰窗的侵蚀 随时可能发生塌翻或是雪崩的危险 人类在这样的地区活动 就如同参茫大地上的一片雪花 脆弱又渺小 随时都有可能灰飞烟灭 从大阪营到达冰窗深处的哨所 一般要走上二到五天时间 在此期间 他们要背负数十公斤重的露营装备 夜间露宿在冰原之上 前段时间 在互联网上流传出一段 印度士兵在冰窗营地内生活的画面 只见冰天雪地里 三名身穿军绿色大衣的印度战士 用小刀破开了被冰冻的饮料盒 这瓶果汁 看上去已经冻的和砖头一样硬 为了证明它的冰冻程度 印度士兵还拿着砍刀和锤子不停地砍杂饮料 这里包括他们的鸡蛋 西红柿 还有土豆 全部都被冻得跟石头一样硬 他们在这样的地方 根本没有办法洗澡 吃任何食物都要用到高压锅 由于低温和低压的环境影响 在这里的士兵常常会出现缺氧 头痛和反应能力下降等症状 有些新兵 低估了高原环境对人体带来的影响 没有及时的吸氧 很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高原综合症 严重的甚至会产生昏迷和生命危险 基本每个月 印度军方都要用直升机 在冰原上长久15-20名高原兵患者 大约每隔一个星期 印度的运输机就会抵达西亚勤冰窗内的各个营地 给这里的士兵空投生活物资 这些物资中 除了日常的生活用品 还包括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电池等设备 然而这里的物品包括降落散包在高原上都很难分解 垃圾一旦形成就会对整个冰窗的环境造成影响 从印度军队入住西亚勤冰窗的几十年时间里 这个冰窗正在以每年100多米的速度消亡 有相关机构预测 到2035年 西亚勤冰窗将减少到21世纪初的五分之一左右 这里浓化的每一滴水 都是大自然无声的哭泣 或许在不久的江南 这片宏伟圣洁的缤纷血域将彻底的消失 而在西亚勤冰窗内的大部分血水 都是流瓣印度 如果真等到了那一天 印度人还能在这里得到什么呢 好了 以上就是西亚勤冰窗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